严谣王阳明热爱搜集手表 今年也开设YouTube频道 常常拍片分享自己的珍藏 然而他在最新一期的影片中 公开点名瑞士知名品牌手表 直呼对方让他很失望 他表示品牌方最近打电话给自己 只问他为什么之前买的两支表 如今注册在两个不同人的名下 他承认自己确实卖了那两支手表 但也补充表示 以前他喜欢带银色手表 如今更喜欢金色与玫瑰金色 因此卖表是想要购入同个品牌 同款不同色手表 甚至卖出原有的手表后 还得在家前才买得到新的 王阳明认为两年前买表时 并没有签订不能转卖的条款 因此不理解品牌方为何要质问他 此外品牌方在三个月前 曾邀请他与妻子出席活动 并希望两人能无偿参与 男人夫妻两答应邀约 并自费席代工作员出席后 却突然被告知资格已被取消 还被品牌方列入黑名单 就因为总部很不爽他卖了表 他认为品牌方十分不尊重自己 也坦言为此失眠了好几天 但后来也不想管那么多 认为任何品牌都不能控制他 因此以后将不再支持该品牌